今年2至3月報告接入20多宗巴士都市案件 其中三宗案件所定在同一天的所為 即本來的延返 每次延返在內地進入本路之後 平均每一天都會乘搭至少30次以上的 不同班次的巴士 我尋找一些疏忽大義的乘客 就會靠近乘客 用空前的背囊作為遮嚴 用手或者用戒刀 偷取乘客 放在手袋或者外套袋的財物 而這三宗案件三名事主 合共損失的財物 約好免費34,000元 不排除它 還會涉及其他同類型案件 我們會繼續對相關調查工作 我們會對於反控以加重度蝕罪 下碼 我們會對於反控的地 練習做成的 油管 幫蓋